买台积电不如买相关的受惠股 之前大人哥在节目当中一直送暖 被错杀的趋势成长股 比如说像矽晶元的台胜科 今天在盘中一度的涨停 而且创下了新高 还有三幅化 今天是涨停版 还有哪些个股事事待发 准备要接棒呢大人哥 好 那我们就请看今天跑解盘 欢迎收看忍者无敌 大家好 我是诗伟 在我身边的是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诗伟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台股大涨了500点 而今天台股则是惊涛骇浪 在最后一盘当中才爆料 拉了上涨了 今天是由黑翻红 今天最终是上涨了8点 怎么看待今天台股呢 等会大人哥来告诉你 还有大人哥一直提醒大家了 买金元代工不如买相关的受惠股 今天像是台胜科系金元呢 就强势的一度涨停 也创下了新高 到底还有哪些个股事事待发 等会大人哥告诉你 我们要先请大家 加入大人哥的Liant了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大人哥呢 邀请大家呢 先来加入Liant跟Terragram 都是完全免费的 还记得吗 大人哥一直有说 等到盘氏回稳的时候 我们已经准备好 金元代工的相关受惠股 蓄势代发就要进场了 邀请大家呢 赶快来加入我们 只要加入Liant跟Terragram呢 就可以在最先的第一时间呢 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资讯呢 非常欢迎大家呢 赶快来做加入了 不过如果你要等到 相关的最详细的买卖点 最早的进场时间 当然还是要欢迎您加入 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 如何加入会员的方法呢 你也可以使用Liant的方式 直接跟大人哥 一对一的来做私讯跟互动 询问大人哥 如何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 好 我们要请任人哥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今天的台股 好 那世卫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因为其实昨天的台股 是大涨500点 那今天的话你就反正怎么好像又回弱了下去了 因为盘中一度还跌了快100点 然后好不容易在尾盘的时候才拉起来 那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不断跟大家提醒到 短线上面的盘市 震荡就是必然的过程 因为没有那种V转向上的行情 我讲很坦白的 可是因为在资金轮动的过程之中 盘市的震荡的过程之中 会有一个更健康整理过后的行情 可以做期待 那等一下就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那当然我们快速看一下盘市的重点 因为之前三月份的中上巡的时候 就应该说二月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提醒过三月份的有这些重点了 包含是你会看到 俄务的地缘增值不确定建除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已经走向这个方向了 当然还没有和谈什么之类的 可是市场上面已经渐渐淡化这些相关的利空了 FED的升息共识前几天也已经确认了 一次就是这一次升息一码 接下来的话就是每一次是会议每一次升息 然后资金在调整的过程之中 那外资就卖全值 所以指数空间不大 然后内资控盘既底做这样的行情 接下来的话你会看到 又是一个我们之前早就跟大家提醒过 你会看到接下来 全市场都在跟大人科一起喊的行情 叫做年报公告 还有法说会执行产业方向 还有就是回归到基本面的行情 那这是快速的跟大家提醒 目前三月份的盘市重点 还有就是接下来 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而已 那只是说在指数在轮涨轮动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当然会觉得行情很辛苦 尤其是前一阵子在属于那种大涨大跌的行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 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因为今天就是一个 然后昨天涨500点 然后今天震荡然后拉回一下 你可能想说会不会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又跌回去 结果你看没想到你发现说 最后一盘 然后竟然拉了一个尾盘 而且今天的最后一盘是爆量了700多亿 我看一下 761亿的这个大量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仁哥 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我们节目的话 你会觉得说好像会不会有什么 恐慌又来了之类的 可是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3月18号 负食指数的成分股的生肖日 所以尾盘的最后一盘的爆量 叫做是必然过程而已 那你会发现说 它在必然的过程中的话 当然有一些个股也在那边爆量 比方像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最后一盘就爆了24800张 25000张的这个大量 然后从579块拉高起来到581块 然后中场的话也跌了1块钱 这种个股就是 我这样还是重申一句 苦口婆心一句 就是台积电真的很棒 它真的超棒的 它的先进制程 它的获利去年23块 今年29块 然后呢 金元代工依然趋势成长 台积电也很好 联电也很好 可是你这时间点 如果你真的把资金放在金元代工的上面的话 你会很无奈 因为在拉它的时候 就是往上拉拉拉拉拉上去 那个在震荡的过程中的话 你也莫名其妙拉个尾盘 或者就是杀给你看 然后外资这个时间点的话 还在做所谓的 就是这个全职股的调整的过程的话 前几天不断不断卖到 卖到你觉得好无力的那种感觉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 我们的台股的遇到的问题 因为短线上面的全球资金 依然在去做一个轮动的方向 所以外资的买超 看起来就是不太连续的过程 指数的空间就自然不会大 可是呢 因为所谓的趋势成长股 而受惠 趋势成长产业 而受惠的趋势成长股 这个时间点的话 都在一档一档的去轮涨 轮动的发动之中 当然不会这个时间点一起大涨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过的个股 之前跟大家点过的个股的话 都在这时间点不断的轮涨轮动 一档一档去做一个回稳 然后去做挫杀之后的一个创高的过程 那比举例来说好了 因为我们常常跟大家说过啦 你就算一档股票跌停 我看好我一样敢喊 可是你会看到其他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跌了 其实就不敢告诉你为什么跌 或者说就换另外一档 那种涨停满股票再来喊 可是你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话 就是我们节目真的是敢在这个时间点 告诉你产业的方向在哪里 告诉你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地方 那我直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今天我们刚刚前面市委所说到的 台胜科今天创高了 那你如果看这个是我们在2月7号 这就是有图有真相 在我们的YouTube的影片上面的话 是每一个盘后影片 我都是留在上面给大家看的 然后呢2月7号的那天的影片的话 有没有发现吗 2月7号的盘后解盘的影片 这里台胜科你如果看到的话 这个叫做亮绿灯 然后呢跌停254块的台胜科 那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它就是错杀的趋势成长股 是 它就是我在送暖的个股 我们之前送过很多的个股的送暖 像记忆体我们送过暖 然后呢矽晶元我也送过暖 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股票 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题材面的错杀的过程之中 或者因为消息面的一些利空的关系 根本不是它基本面的影响 它基本面根本没有变 甚至变得更好 那我们就好好把握这个时间点去做进场 那当然你会发现说 这时间点你如果看到其他台的话 都在跟你讲台胜科好棒棒 台胜科好厉害什么的 可是你如果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这叫2月7号的 2月7号的影片 这是逛晚年春节假期结束之后 第一天 是 红盘第一天的台胜科就跌停给你看 对 那我相信那个时间点 你如果看所有的节目的话 应该没有人敢跟你讲台胜科 有多好多棒的这个过程 那如果你今天回来看到台胜科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就是这样子 那其他台的话已经开始在讲台胜科了 来 3 5 3 2 1的台胜科 那那天的话就在这边 2月7号 2月8号 它跌停之后又半更 然后那个时间点如果你印象深刻的话 那叫做是环球金并购试创失败 然后结果市场说因为环球金要扩产 然后因为试创还依然在市场上面乱 所以矽金也会供过于求 然后台胜科就跌停了 或者像像合金的时候就中错了 然后那个环球金没有到跌停 结果那个最惨的竟然是台胜科 那当然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那时候的环球金 他真的会难免到遇到所谓的法人 他原本看好 然后结果却不如预期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让他去说下杀 那所以他必须要整理比较久一点点 可是如果像是台胜科跟合金这种股票的话 他就是在每一次的错杀之中 然后就带来一个错杀抄底回稳的过程 那合金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啦 合金虽然这个时间点好像看起来还是属于 就是就三档股票来说的话 当然台胜科最强 那合金次资还在整理 可是你如果看他1月份的营收的话 你会发现说他的营收超棒的 创下了10亿的新高 那2月当然因为过年的关系 所以他略为下滑 可是如果就接下来他的一个产能 甚至他的涨价的过程 跟扩产跟扩产的动能来说的话 依然看好他后续的成长的幅度 然后呢三档股票就这个时间点的话 高下或者说那个就是强弱势之间的话 就稍微有点拉锯出来了 这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不会有就是今年的行情 就算是同一个族群 也很难一起去做轮涨轮动的这个方向 所以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环球经济需要整理 是 然后呢 而且人哥我刚刚稍微的算了一下 因为我们是在过完年回来那一天 台胜科跌停版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他是被错杀的 他是冤枉的 然后我算了一下 从2月7号过年那一天到今天 台胜科创了新高 总共这段涨幅高达了37% 所以如果你有收看我们节目的话 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 是啊 那所以这件事情 又来回来到台胜科嘛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 如果真的这种所谓的高基期 因为今年的景气真的是一个 因为去年的成长幅度是最高的 所以今年的成长幅度 我很坦白讲 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投资价值 就是因为今年没有那种爆发性的股票 或者说今年没有那种爆发性的 那个获利的动能了 可是至少它是一个稳健成长的方向 所以说如果你是因为之前 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买在这个280块300块附近的话 到今天为止的话 你大概赚个10%而已啦 大概就10%左右 对 然后可是因为如果它是这样挫杀下去 然后才在这个破了季线的地方 不是停损的地方 它反而是让你加码的地方 甚或是买进的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去买进的话 这里就是在2月7号8号的时候 对 过完年回来点 对啊 那从这边买的话 你这边上来的话 你会有30几% 40%的涨幅 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趋势成长股 因为题材面 因为消息面的错杀 而有所有拉回的时候 它就会带来更低更好的买点 这念过很多很多次了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当然如果你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那你可以看我们节目 或是当然对 精准的买卖点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可是如果我认为那个方式 那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很久很久没有聊 跟他聊到的古魔力 也借我聊一下 因为真的是很好的工具 古魔力呢是大人哥领先市场独家 各自个人所研发的这个使用的选股的工具的APP 这个是只要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的朋友 都可以享有的 是的 那古魔力的会员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使用古魔力 你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面 那安装在手机上面的话 你就看到这12公格很棒的画面 那12公格的话 iPhone跟Android都可以用吗 是 没错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Android跟iPhone 其实都是可以使用古魔力APP的 然后古魔力APP它有很多很多地方 当然我之前很熟悉的会员们 或者说像是看我们影片的话 你可以再把之前复习一下 因为这些时间又不太够的关系 所以我快速跟你讲重点 左下角即时多 左下角是即时多讯 然后那个中间下方的话即时空讯 如果你要做多的话 你就把请导播帮我切一下 古魔力的画面好了 我直接用实机的方式来带给你看一下 来 古魔力的画面 在左下角这边叫做即时多讯 你如果把任何一档股票 放到即时多讯里面的话 它只要有任何的买卖的价位 它就会叮咚给你看 它会用手机推播的方式 我们的手机可以做到推播 就很像你手机收到讯息一样 就有人会叮咚你 然后想说谁叫我 古魔力叫你 是 没错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今天的台胜科在创高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刚好发出了一个 嘎空的讯号 那嘎空的讯号就表示说 短线上面它的股价的创高 或者现在这时间点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 它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创高的这个过程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嘎空讯号 我刚刚特别留下来给大家看 来 这里是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你如果在这个上面的一个 就是你的手机通常都会有讯息列 你把它滑下来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它出现这个讯号了 那这里有一个台胜科的嘎空讯号 我这边把它点出来给你看 这里点一下之后呢 跳出一个叮咚画面 我今天盘中没有把它打开 因为我知道今天下午 我们要跟大家解释 这个嘎空的讯号这个由来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查看之后呢 它就会很清楚的 把台胜科的这个K线 带出来给你看 然后这个黄色箭头的话 它就是嘎空讯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几天 它的买进的讯号的内容的话 其实也很清楚 可以知道说 你可以只要跟着股魔力 只要把股票放到股魔力的 即时多里面去 有任何的讯号的时候 它都会提醒你 所以如果回来到 我这边帮大家抓的一张图 回来到 来 这里帮我看一下台胜科的这个 这个投影片 这张图的话是台胜科最近期 你知道用到股魔力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会员 不是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的话都可以用到我们一模一样的画面 那这里 如果你看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269块是什么地方 2月初的地方 2月7号2月8号的时候 股魔力就告诉你 它出现了买进的讯号 你只要跟着股魔力 跟着台胜科的这个买进讯号 在269块的时候 你可以报的台胜科 因为它是错杀带来更低控的买点 所以它叮咚你告诉你 买点到了 然后就做进场 那到今天为止的话叫335块 也就是表示说这个波段35% 40%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赚到 那如果你换算那个金额的话的话 你265做到335 那你可能一张 你就可以赚个6万块7万块 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当然如果你前一阵子 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 所以请导播再帮我回来到我们刚刚股魔力的其他的 股魔力的画面来 股魔力它的每一次的买卖讯号的话 都会在手机上面推播给你 叮咚给你 所以今天有另外一档个股 我也顺便讲一下 好 来这里下滑的时候 先回来到主画面 好 回到主画面的时候 我一样下滑给你看 下滑 然后你看到另外一档个股 有发现吗 这叫做即时多的博字 216.5出现嘎空 我把它点大一点给你看 PCB厂 是 来 这里 有发现吗 即时多博字 8155的博字在216.5的时候出现了嘎空讯号 那我们按一下查看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发现了一个嘎空的讯号 就飘飘亮亮 就秀在这边给你看 来 188买进 当然之前有更多更多的买进讯号 188 然后这是216.5 你就可以在这边买也好 然后在这边买都好 你就是一个大的波段 你就可以赚到了 那当然博字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了 因为博字它就是PCB 它就是伺服器 那今年的伺服器真的不一样 今年的伺服器 它也是一个趋势成长的族群 原因是因为今年的新的Intel跟AMD 正在互尬新的晶片 所以伺服器是需要的 云端的那一块资料中心的需求是需要的 然后刚好要换机槽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聊过很多了 5G我也看好 IC设计我也看好 半导体一定是没有问题 伺服器 车用 还有晶圆双雄 晶圆 航空双雄 不是晶圆双雄 华航 长荣航 对 是啊 没错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你可以用 运用着我们的很好用的工具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可以找到一些很棒的股票 那如果我们再回来到 之前所说到的 买进晶圆代工 不如买进受惠的族群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有一些个股 也都在今天的行情 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这些股票都在走一个 回稳向上的过程 比方说呢 这是博士我们刚刚看过了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中砂1560的中砂 你会看到其他的节目 也开始在喊中砂了 可是其实中砂来说的话 它就是受惠到台积电 然后它的再生晶圆 跟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钻石碟 都已经很明确的切入到 台积电的这一块了 那如果看到其实昨天的 我这样讲好了 昨天中砂是涨停板的 而且昨天 应该说最近的中砂的话 也是投信买上去的 1560的中砂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几天的那个投信 也是满很凶 满很用力 那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也跟着我们的股魔力 来做买进的 我想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只要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的话 的会员朋友呢 都可以享有股魔力的APP的操作方式 但是呢 当然大人哥会亲自带着我们朋友 给予最精准的买卖点 同时呢最优先来做布局 但如果你想说 我想要再多看几支的个股的话 使用股魔力 大人哥独家研发好用的选股工具 也可以帮你快速的挑选大强势股 然后另外一档个股的话 这是三幅化 那三幅化的话 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股魔力上面 都有非常非常精确的买卖的讯号 那买卖讯号的话 你会发现 我老实坦白讲好了 那个它的买卖讯号 它是连续发出了很多次的 所以如果你买在早一点点的人的话 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来等待 但是等待它绝对是值得的 因为这是在2月中下旬的时候 149 然后呢145 149 160 154 跟149 这里每一次的买进的讯号 你恐怕你可能需要等待 大概接近 到今天为止的话 你可能需要等待 差不多接近半个多月 到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等待绝对是值得的 因为三幅化 因为晶圆代工的趋势成长 因为今年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你不要只有看技术面的操作 你要配合着 所谓的技术面跟基本面 一起去做操作 因为在配合基本面 跟技术面操作的时候 你才可以掌握一档个股的产业趋势 所以你会发现说 今天的三幅化创高 掌停板 我接K线 就不要再带古墨利了 还是回来到我们一些 那个残业面的部分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那么多的 还是蛮多的投资朋友们 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就是看我们节目 先来做相关的吸收 那如果觉得古墨利OK 古墨利好用 想要试用看看的话 再跟我们来做洽询 那今天的三幅化就创高 今天就创高 然后呢挑战 几乎要挑战到前波的高点 187.5元 那今天的话你会发现说 好像投信怎么又跟着我们一起来 买股票了呀 你会发现今天3月15号的投信 这个我们刚刚刚 因为我们今天录影时间 稍微晚一点点 现在是4点18分的时间 刚好今天的那个投信也跑出来了 所以今天的投信 买进了三幅化1069张 那我们前面 一直不断跟大家提醒到了 资金回来到电子的族群 尤其是错杀的股票 尤其是趋势成长的股票 这个时间点的话回到资金的青睐的方向 那当然前一阵子 时间又不太够的关系 我们赶快回来到行情的部分 前一阵子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当然它带来了一些短线上面的超跌 那前一阵子在错杀超跌的过程之中的话 资金很明显的在 所谓的避险的族群 或者是所谓的高值利率的族群 去做轮涨轮动 那电子就受到了一些压抑 跟一些错杀 或者像是一个 就是它蹲的低了之后的话 市场上面发现说 他们本来就是有成长的 只是因为我管你恶物 管你什么废的升息 它宗教要回归基本面的过程 所以在这样做过程来说的话 相关的避险的族群 或者相关的高值利率的族群的话 这时间点看起来好像休息了 像是长榮 今天又跌了3.7% 当然 我相信有人会觉得是说 这个时间点依然还看好后续的长榮 我绝对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绝对没有任何的疑虑 因为它就真的是有投资价值的长榮 可是这个时间点的长榮 它就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它今年是15%殖利率的长榮 或者是说 大家都知道 今年就是15%的殖利率的扬名 那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那就是跌了跌升之后 或者回档之后 自然就会有人买盘进场 可是呢 赚到了这个殖利率 或者赚到了短线的价差 不想要去拼殖利率的人的话 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获利了结 所以很快的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这些族群的资金就撤出来了 然后撤出来到跌很深的 然后很便宜的 就像我们前几天说的 我好不容易开 我发现说 那个CDKY 第一档突然买盘进场的时候 隔天就涨定给你看 根本让你措手不及 根本来不及买 当然它今天还涨了4%多 可是你这时间点 你再去做所谓的追价的话 有点就是 已经慢人家10几% 1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了 所以这时间点的一些资金轮动 真的是很快的 所以行情来说的话 会用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 然后取得一个回归到基本面的过程 那接下来的方向的话 当然还是受到所谓的 接下来的台股的投资价值的浮现 或者所谓的趋势成长的方向 那金轮代工你是应该留意到的 半导体的部分 IC设计的部分 车用的部分 接下来都会回归到主流的一个族群 然后再借我讲 现在已经二十几分钟 再借我讲最后一个族群就好 航空你绝对是今年要去做 那个做瞩目做留意的部分 像今天的 昨天的常用航创高 创下波段新高 当然还没有挑战前波的高点 那今天的话 因为我很想带走我们的会员 我讲很坦白的 我很想带走我们的会员 再去做加码 可是呢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它拉回手稳的过程 因为股价一直背高高 它就硬是在那边盘中 一个拉回 然后就这样手稳上来了 然后呢 你就发现说它 就盘中这样拉一下 然后尾盘就这样拉上来了 这些也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资金 正在等待那种所谓的挫杀的股票 硬要去把它买上去的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资金轮动的方向如何 或者说你 干脆你就直接用古魔力 然后让古魔力带着你 就是说买进 或者是说你就是 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做 你就是直接想要 当然跟买 讲什么买什么就买什么 那就 还是回归到一句话 需要我们的协助的话 我觉得这时间点能帮大家 我们会尽量帮大家 所以这时间点如果 需要我们的协助的话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获利的团队 那你可以用LINE 来跟我私讯的一对一的恰询 或者用0800 668085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恰询 那我觉得行情是对的 那只是资金轮动是快的 所以后续的一个方向来说的话 我还是会在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但是有一些 个股的一些操作的部分来说的话 还是我们的会员权益 这个要请大家 就是要有这样的基本的认知 好的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的话 人哥一定会优先 先带着我们获利会员团队的朋友 先来布局 精准的买卖点 进场跟出场的时间 都是会有人哥亲自的来带领 所有的会员朋友一起来做操作 当然了我们还有个更好用的工具 这是人哥独家研发的 股魔力的APP 帮助你选择到更多的强势股 这个是不管是iPhone的手机 或Android的手机 通通都可以来做使用的 而且使用的方式 人哥跟我们的办公室 也会一起来教导大家如何使用 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像收到简讯一样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 不管是人哥亲自带 或者是使用古魔力 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赚大部段的获利 也非常谢谢人哥 谢谢 周末愉快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阿玲 阿玲 conversion 滬捷